好來我們看一下第四三介紹的這個密度 這個是超級重點喔 好第一個我們看一下什麼是密度 來畫起來 什麼是密度就是物質疏密的程度 就稱為密度 物質疏密程度稱為密度 好那簡單的講咧 還沒辦法寫上去好不好 講得更精準一點寫上去就是 單位體積內 單位體積內 物質的質量 B就稱為密度 我舉個例子 譬如說我今天有個A物質 好我們舉例 我有A物質 10立方公分 然後呢他有這個50克重 好有50克 那請問你他的密度是多少密度 根據我剛講的定義 我說單位體積內物質的質量B就稱為密度 什麼是單位體積知道嗎 就是1立方公分 或者是1立方公尺的時候 這個物質的那個質量是多少 那就想 如果10立方公分有50克的話 那1立方公分多少 10立方公分如果有50克那1立方公分 5克對不對 5克對不對 就是50去除以10 我就說 喔原來1立方公分有5 這個5就是我的密度 聽懂嗎 那我把後面單位出面寫給你看 單位就是 1立方公分之克 1立方公分有多重 就是我的密度 聽懂嗎 好那如果你還是不太懂的話 我們講更精準 對 話題更清楚一點 假設這是一個物體的那個 放大性能把它放大那個土有沒有 跟另外一個物體 你覺得哪個密度大 左邊右邊 右邊嘛為什麼 因為可能相同的體積內 相同的體積內 它的線條不是比較多嗎 線條多就代表它的那個 比較密 對不對 然後如果線條比較少的 代表它比較酥 越酥代表密度就越小 越密的話呢 代表密度怎樣 就會越大 啊越大的話東西就會掉下去 就會沉下去 就會沉下去 這樣懂嗎 會來 你會想像鐵絲網 會像五架紗窗 是一樣的意思 OK 好那這個是它的那個 測量的部分 這個很好笑 它說 質量一樣大的棉花跟鐵塊 譬如說考試常考你 請問你 一公斤的棉花跟一公斤的鐵塊 哪個比較重 那當然是一樣重啊 那當然是一樣重啊 越來越多一公斤 一公斤啊 可是我問你一公斤的棉花 跟一公斤的鐵片 哪個體積比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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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棉花啊 對 因為一公斤的棉花肯定很多 很大很大 對不對 好 那這邊他講到這個地方 講到比較這個地方 他說 等質量棉花 當然比較起來當然是棉花大於鐵塊 然後呢 鐵塊當中所來的 舒密程度呢 會大於棉花的舒密程度 這個一塊可以看出來 這個我想看 沒什麼問題 可是我等體積的話 就不一樣喔 等體積比起來 我問你喔 如果你兩個一樣大 體積兩個一樣 當然請問你誰比較重 單鐵塊嘛 所以當然是棉花會小於鐵塊 那如果舒密程度的話呢 當然也是一樣 挺快的那個舒密程度當然是大於那個棉花的 好 這個我想看沒問題吧 可以啦齁 好 最後一個把它講完 物體的密度 有公式喔 來這個 定義程式的密度呢 就是物體內 單位體積內 想要去喔 單位體積才對 單位體積內 所含 的質量 就稱為密度 好 然後呢 符號是d 然後公式呢 這個 沒有管它 進行的比較好 就是d等於v分之m 把它畫起來 d等於v分之m 什麼是d 嗯 寫旁邊好了 d等於v分之m d指的是密度 d指的是密度 m呢指的是質量 v呢指的是體積 然後如果不會的話呢 來旁邊有那個 它的單字母 哦 density 跟mess d value 對 這已經寫給你了 密度有沒有 密度的群曲 那個密度的第一個單 英文字母的第一個那個 這個單字的第一個字母 質量也是 所以公式下去 d等於v分之m 然後呢 這個是 找公式 常常利用它來用 那如果提供我問了什麼 正反比啊 比代表的話 我給你的建議是 你利用這個公式啊 換成它 換成這個 m等於v分之m m乘以b就是m d乘以b就是db 然後你的基數哦 只要題目在比大小 或是幾比幾的時候 都70分是公式 好不好 然後如果題目在問你密度的話呢 找密度的那個 計算的話 70分是公式 用d等於v分之m 齁 這兩個計它就可以了 可以了齁 好 OK 然後 我看一下 你看單位可以看得出來啦 因為質量去處理體積 所以單位呢 把它畫起來就是 立方公分之克 或者是立方公分之 立方公尺或是公斤 畫起來就可以了 所以它的單位是有什麼 有體積跟質量所組合的 齁 體積跟質量 所組合起來的